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他们宣称能用石头煮出美味的汤 村民疑惑地搬来大锅子 生了柴火 士兵又向村民要来三颗石头 流进锅子里煮汤 一个士兵尝了一口汤说 不管什么汤都应该要加点盐 加点胡椒 孩子们马上跑回家呢 第二位士兵尝了口说 如果再加点马铃薯 会更好喝的 一位村民说 正好 我家有马铃薯 加了马铃薯后 第三位士兵又尝了一口说 如果再加点青菜 萝卜 香菇 猪肉 就会更美味了 于是 村民索性跑回家 把家中剩余的食材全都带来 食材一样一样被夹进锅里 最后竟变成一大锅营养又美味的佳肴 士兵与村民开心地一起享用 好神奇的石头喔 难道是魔法石头 我们老师说 这种眼不见为敬的做法 只是把街友赶到别的地方 根本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 哥哥 街友是不是很恐怖 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吗 嗯 这样好了 我刚好要到老师家帮忙煮石头汤 石头汤 世界上真的有石头汤吗 你也一起来吧 好 很好 今天这些食材够煮好大一锅石头汤了 接下来就拜托各位帮忙煮汤了 好大老师 奇怪 为什么只有食材 魔法石头呢 嗯 嗯 吴大哥他们差不多下班了 刚好可以赶上吃晚餐的时间 我们走吧 好 好 张老师 今天又麻烦你们了 吴大哥 吴大哥你下班了 辛苦咯 哎 不会啦 有工作很好 一点也不辛苦 哈哈哈 吃饭咯 大家快来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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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客气 大家一起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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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有 啊 啊 對呀 石头汤的意义就是分享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享用 啊 啊 石头汤好喝吗 好喝 哈哈哈 但是 我以为能够煮出好喝的石头汤 一定是放了魔法石头的缘故 可是 今天的汤 为什么没有放石头也这么好喝 哈哈哈 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魔法石头 石头汤会好喝 根本就跟石头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石头汤的故事 其实是士兵利用石头煮汤 借机唤起村民爱心的预言故事 只要每个人 愿意贡献自己微小的力量 最后就能完成了不起的大事 就像今天 大家要带来家里剩余的食材 煮成汤 不但喂饱了叔叔阿姨的肚子 也温暖了他们的心 那这些跟我们吃饭的人是谁 啊 他们 都是街友啊 啊 一定都不帅啊 他们的衣服都好干净 就像一般路上的叔叔阿姨 其实很多街友 除了没有家以外 跟大部分的人都一样 每天也是要工作 像是发传单 在路边举牌 养活自己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回家 很多人变成街友的原因很复杂 有些是自愿流浪 也有很多是身不由己 像是生意失败 家庭发生变故 久了之后 就跟社会人群脱节了 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伸出手帮助他们 尊重他们 协助重返社会与人群 这样才能真正解决街友的问题 听了你的解释 我就不觉得他们恐怖了 嗯 虽然我们的付出很微小 但结合起来相信一定有改变 爱与分享 就是石头汤最棒的调味料 没错 你说的太好了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了解 而对街友产生误解 偏见 其实有很多人需要我们伸出温暖的手 拉他们一把 帮助他们重回社会与人群 人与人之间需要爱与关怀 透过爱与分享 不但能够改变社会 也让我们心灵更富足